大家好,欢迎收看由麦子学院为您提供的ATMR5加CS3轻松入门与实战视频教程 这一刻我们来学习ATMR5中废除的一些元素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我们的ATMR5中它是废除了很多元素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简单的认识一下,了解一下 到底有哪些元素在ATMR5中被废除了 它分为几种,有这么几种类 因为是可以用我们的这个CSS代替的元素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BISISFONT,还有BIG,CENTER这些 我们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的这个BIG 那么BIG它表示的意思是什么呢 在ATMR5之前,那么它是表示在我们的文字中 插入一个这个BIG元素,然后对文字进行放大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ATMR5中呢,就已经不支持了 就已经不支持了,可以使用我们的这个CSS进行这个字体的变大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演示一下这个BIG 好,我们打开我们的开发环境 然后新建一个项目,叫做废除的 废除的元素 好,然后我们新建一个文档 index.atMR 好,在这个BOLLET里面呢,我们来写一段文字 啊,比如说,P,然后欢迎,收看,ITMR5,视频加成 好 那么我们来预览一下 是这个样子 如果在我们的ATMR5之前啊,在ATMR5之前 我们想让这一段文字加出 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我们的这个BIG元素 好,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给它加一个BIG 然后写一个BIG 这个时候我们来刷新看一下 那么明显的它就发生了变化 它就被加出了 好,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给拷贝一份 然后进行一下对比 这个是没有BIG的 好 这是两个对比 当然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在编写的时候 那么这个BIG它自动给你加上了一个删除线 那么它就表示我们的这个 这个元素是已经被废出来的元素 是已经被废出来的元素 在我们的这个ATMR5中 如果我们想要对这一档文字进行加出 怎么办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ATMR5 这个ATMR5给它加一个SPAN 比如说给它加一个SPAN 然后我们让这个SPAN它里面的这个字体呢 字体给它加大一下 这里给它加大就可以了 我们这里给它加一个样式 STAL STAL的这个 这个加上去 比如说我们可以这样写P下面的SPAN 然后那么这个SPAN呢 它的这个字体 Font 然后它的字体大小 然后比如说我们可以给它设置为18px 然后我看一下效果 好 18px 还要小也好 应该还要大也好 19px 看一下 好 那么这个19px呢 它们两个就一样了 对不对 就一样了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big big元素 那么它就可以使用我们CSS去进行代替了 就可以不用它了 还有一种就是不再使用这个frame frame框架 对于我们的这个frameset的元素 frame元素和这个noframes元素 由于由于frame框架对我们这个页面呢 可能存在一些负面的影响 所以说在我们的itmr5 在我们的itmr5里面呢就已经不再支持我们这个frame框架 只支持我们的这个frame框架 同时呢 在不支持的这个情况下 而且也就是说 废除了这三个元素 废除了这三个元素 第三种情况就是 只有部分浏览器所支持的元素 对于我们这个apply元素 还有bigstand blink marking 这些元素 由于它们呢 只被一部分的浏览器所支持 所以说 它这里就进行了废除 特别是我们这个里面的backstand的元素 以及我们的这个marking元素 它只被我们的这个a浏览器所支持 所以说在itmr5里面 我们就把它给废除掉了 而我们的这个apply元素 可以用我们的这个mobile元素 或者是object元素代替 而我们这个bigstand元素呢 就可以用我们的这个addle元素代替 而我们这个marking 那么它就可以使用我们的javascript来代替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费除元素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rb元素 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absorbing元素来代替 费除的这个aclame元素 使用我们这个appl元素代替 还有这些费除的dr 用这个ur ur元素来代替 这里呢我们就简单的介绍一下 同学们下来呢可以在网上进行搜索 然后了解一下具体的这个atmr5的这个费除标签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百度上面去找一下 了解一下这个atmr5 搜索atmr5费除的元素 好那么在这里呢有很多的结果 那么我们就可以随便找一片进行看一下 好那么这里网上呢有很多关于这些的这个介绍 好那么这是我们本节课的一个课程 那么我们就是简单的了解一下atmr5费除的一些标签 好感谢同学们观看再见